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当生活压力一步步加重, 对生活一切事物突然提不起劲, 没来由的悲伤哭泣。 吉隆坡中央医院精神专科顾问薛汉飞医生 点出现代人精神健康问题, 并提出维护心理健康的真正良药。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精神疾病? 可以吗?有人要回答吗? 头脑不正常,还有其他的吗? 压力过大,还有吗? 我听到母耳湾有人讲Sort的, 有吗?这些都是我们时常会听到的, 精神疾病就是等于这些压力很大, 头脑不正常,还是怎样的, 其实这是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definition, 真正的解释, 精神疾病是指一组由于脑部, 哪里呢?我们讲的是脑部, 头脑,OK? 头脑的功能失调, 头脑,脑部的功能失调, 而引发成了一个精神疾病, OK?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Sort的, 还是哪里, 傻的,还是这样, 这些都是很不正确的一个名词, 很不正确的。 其实在外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向心理辅导师求助, 以解决纷扰的负面情绪, 但我国精神病患者对病情却难以启齿, 因为怕被当作怪胎。 为什么呢?很多时候为什么呢? 第一,可能是缺乏资源, 不知道,可能他不知道哪里有的看精神科, 哪里有的看这一科的病, 可能他不知道哪一间医院, 还是要去哪里得到适当的治疗, 缺乏训练有数的卫生保健人员, 专科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全马来西亚大概现在只有400位, 400位,基本上一个精神科专家, 可能要看100至300个精神病人, 100对300, 一个精神科专家要对100至300千个人, OK, 所以那个数目, 那个比例是往往是不够了, 不够了, 以及社会对精神病, 精神病患的启示, 对吗? 如果我们要看到一个精神病患者, 我们可能, 有些人会可能对他们有启示, 可能会取笑他们, 往往要他们鼓起这个勇气, 去大陆那个精神病的clinic, 呈索去看这个精神病, 专科医生是很难的, 很大的一个举动, OK, 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导致, 导致一个患有精神病患者的病人, 他没有去看, 去得到适当的治疗, OK, 那什么是忧郁症的良药呢? 薛医生就分享说, 爱心陪伴是最好的药物, 或者是你家人也好, 你亲戚也好, 或者是你的朋友也好, 有一些行动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清楚表明你是想帮助, 你去听他的问题, 主动地提供支持, 然后不判断, 就是不判断一事, 他还没有开口, 你就讲, 你差啦, 你想太多啦, 你性格软弱, 你很差, 所以你才会忧郁症啦, 并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要挺先, 挺先, 不要判断, 不要判断, 你一去一开头就讲, 你就是因为想太多, 你才会忧郁症啦, 你觉得他还想跟你分享啦, 所以我们要很多时候要告诉他, 我们要帮忙, 我们要支持, 我们要听。 治疗忧郁症是一条漫漫长路, 要是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 情绪低落或孤单绝望, 身边的人应该透过倾听和陪伴, 让他知道我们与你同在。